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绿色发展探路中国灵探使命国际气候峰会2022 在此我仅代表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对此次峰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刚刚闭幕的二十大上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 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滤增长 推进生态优先 节约级约绿色低碳发展 本次论坛我们将聚焦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 共同探索气候韧性和绿色发展路径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报告显示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全球升温受气候变化影响明显 特别是东亚 东南亚 以及非洲西部和西南部的干旱 暴雨 农业生态破坏等极端灾害事件进一步加剧 过去几年 新冠疫情 全球性冲突 粮食与能源短缺 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给全世界数十亿人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及社会影响 上个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最新人类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 全球人类发展指数连续两年倒退 但我们相信困难是一时的 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经济发展历史性变革即将到来 经济 社会 能源 粮食 环境 健康和气候变化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将会实现 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明确了国际社会2020年后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国际合作的制度安排 当前巴黎协定已进入实施阶段 136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 覆盖全球83%的碳排放 91%的GDP和80%的人口 巴黎协定确定的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同时绿色低碳发展正成为国际经济增长的引擎 各国加速转型创新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推动全球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7届会议将在埃及召开 期待会议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平衡的进展 促进公约和协定的实施加速全球低碳转型创新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内容 去年以来中国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 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印发了20多项全国性政策文件 各省区市已经编制了碳达峰实施方案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已经构建 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 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作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环境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承担了国际环境公约履约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 区域与南南环境合作等具体工作 在各国政府环境部门国际发展合作伙伴等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支持下 不断加强与东盟 蓝沧江 湄公河 非洲 拉美 上海合作组织 欧洲 中东欧 北美洲等区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启动了中非环境合作中心 共同编制并积极落实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以行动框架 蓝沧江 湄公河 环境合作战略等区域合作战略 实施了红树林保护伙伴关系 任性城市与减速合作网络 绿色使者计划 绿色创新计划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以及支持共享平台等一系列的合作旗舰项目 不断拓展南南环境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其中由我中心发起并承担的 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 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合作伙伴关系与区域示范 纳入了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首批项目清单 未来期待中心与区域和全球各界机构加强合作 推动更多行动落地 推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借此机会也为未来合作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一是全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推进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合作 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 是全球发展倡议八方面具体重点合作领域之一 是实现更强劲 更绿色 更健康的全球发展的重要内容 我们要凝聚倡议共识 共同参与 形成强大合力 各展优势 各师所长 共同成长 共享收获 并将发展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 二是推动南南知识共享 共同应对气候挑战 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广泛共享南方发展解决方案 激发东盟 非洲等区域方案和区域智慧的多重互动 通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支持共享平台 聚焦气候韧性基础设施 绿色价值链 气候经济与发展政策等领域 支持构建低碳经济新格局 三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 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 当前既不能因新冠疫情 能源危机等暂时的困难 放弃转型努力 也不能急于求成 脱离实际 我们要通过联合研究和共同努力 探索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 供应链安全和粮食安全 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 共创普惠平衡 协调包容 合作共赢 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最后再次感谢受邀参加 零碳使命国际气候峰会 希望本次会议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携手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也衷心祝愿此次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